我是李宗老房,我又回来了哦 昨天晚上住在这里,一个人住的 但是昨天晚上一两点钟就停电了 我这个电基本上没充满 才充了六个小时 充了一半,好坑了 这边发电的话晚上不发了 但是刚才我出去吃个早饭的时候 碰到一个旗友 他也在这边吃饭 他说那边有个免费的录音地 在那个检测站旁边 好像是什么 辩民之家吧 我昨天都没看到 谁知道啊,原来我知道这个录音地 早一半天没找到 结果他在检测站旁边,谁能想到啊 我昨天直接过来了,我都没回头看 看一下,没电了 晚上就停了 这充电宝也是 肯定没充满 55 31 要充个飞机啊 在这里烤一下火,太冷了 这有炉子 5小时之所以 你今天还要讲吗 你看不懂吗 你看这个罗汉哦 这个罗汉是个 有的说 这个罗汉是个完蛋火 就是我完蛋了 这个罗汉不行 怎么不行嘛,挺好完蛋 完蛋火 这个罗汉是个完蛋火 这不完蛋了 哎呀,麻烦了 这个罗汉是个光子都吃不过 人家酿老蛋来了 因为他 看一下,高原地区洗衣服 这种衣服,吸一够伤啊 哈哈哈 这个鲜子在这里烤 真厉害,大洪流湯,是4200的海拔 早上还是比较冷的,看一下,有牌子,洪流湯 在那前面,刚才那个骑友告诉我了,有个昆仑之家 昨天认识没看到,居然在那个检查站那边修房子那边 到了这个地方昆明变名之家,骑友带着路 他是住在这里的,这里面的话,他说什么都有 旁边是检查站,我昨天过来真的没看到 我昨天过来怎么看得到吗 我也是一个检查带我来的,我根本不晓得因为有 因为我发现这些检查嘛,里面有那个红楼梦啊,三国啊等等 还有一些药品,药,感冒药,各种药,还有氧气 有水有电,有氧气 这边是氧气罐,这里一天还有好多人住过,看这里 这边是别人的留言,应该很多人住过的,很多骑友住过的 今天就住在这里吧 酸机解锁嘛,这里可以烧热水是吧 酸机解锁,按两下,然后再按两下,然后就出水 哦,出水,然后就可以烧 我昨天试了一下,比如说这个湖是空的,可以出三次水 刚好可以烧一湖嘛 它出一次,出一次比较少,都烧一点 这种热水我还没见过 直接在上面烧了吧,像电池炉一样那种 再出一次吧,再出一次 就是一次都烧一点,我们两个人喝 可以可以 哇,这个营地是真的爽啊,还可以看书 在这边修正几天吧,等一下旗友 前面等一下旗友吧 然后的话东西在这里 有水有电 错的话就换外面了 这个外面安全在检查站旁边 这边是检查站 这是没有比这里更安全的吧 它这边的热水器烧的是这个矿泉水 这里还有 刚才把这个电充上了 但是这个电好像电压太低了,充不太进去 那两个在闪 这个也在闪,这三个不闪 这三个充电毛比较大 这点能够 这边因为它都是太阳冷的或者花电的那种 下午每次坐的话就可以看一看四大名著啊 西游记,水湖传,三国 这边还有红楼 还有女仙外使,呼啸三庄,没看过 等一天 也有可能修整两天或者三天 这个兄弟的话是从西藏骑过来到新藏 去新疆的 刚好他也在这里 然后的话 还有一个女区友 可能今天也要到了 她在那个高海拔地区感冒了 可能要搭车过来修整 然后到时候和女区友一起去阿里无人区吧 就是这样 在这边好好修整一下 我要修整一下 我这个嘴唇感觉有点问题了 不是缺维生素还是缺什么 还是被冷风吹了 痛得很裂开了 从头也没买到今天 没有 没有 你去超市问了没有 他超市都是饭店连在一起的 他不卖这些的吧 好像 没有单独的超市 他饭店就是开的超市 你找那个房车药流 上面空气很干燥 超级干燥的 就是 我背了一个 我都快用完了 听说我买个口罩也可以 我背一个成功试 真受不了 上面那个空气很干燥 昆仑变名自家 如名义 解名忧 邦明烂 这边有这个便利贴可以写字 等会我也想写一下 还有意见不 可以写一件 好 我再贴上一贴 贴哪里 贴这里 感谢便名自家 给我一个温暖的住处 这位骑友 刚从阿里过来 请问阿里的温度到底有多低啊 你这个裤子穿的像个啥呀 这么粗啊 这个衣服 这么多羽绒服 多少件羽绒服 这薄的就是薄的嘛 三件嘛 对这个时候的 三件羽绒服 我一件都没有 三件羽绒服一个重重衣 你到底有多冷啊 你别吓我呀 这个不是什么 这个就是 你里面是裹着棉花吗 怎么这么粗 那个裤子 这个是那个不是 这就是一个护膚 这个裤子买的很大 一尾七八两餐 到时候 哎呀 现在下午四点钟了 我准备去买一个 半个猪脚来炖嘛 半个半个的卖 买个猪脚来炖着吃 今天晚上 等会差不多六点多钟 那个女戚友要来 女戚友是哪一个呢 就是上次 我在夜城等的那一个 上次没等到嘛 就其他地方了 这次她又过来了 这就是 红柳镇唯一一家 卖菜的 哎呀 这里能买到肉 老板 你好 你好 这里面好 好黑哦 多少钱一公斤啊 43 43 43是吧 就这个吧 就一个吗 好可以 43 43还挺好的 47 47 2斤多一点 买了这个猪脚还有一个萝卜 猪脚47块 43亿公斤 这是半个猪脚吧 切了半个的 老板这里也没有刀给我切 到时候解冻的在那个吧 这是冻的 这个呢 是网友请客 谢谢 谢谢几位大哥 谢谢网友们 这个刀的能力有限了 诶 压了一点 诶 诶 诶 这砍两刀把它砍断了 诶 这骨头还可以用诶 可以啊 这一个猪脚一锅 这怎么炖的 这水炒好过后 买点姜片 少了一点盐 这个房子里面它也是可以做饭的 这边的那个 工作人员说的 这个起有也要搞一个菜 他也是买的猪肉 嘿嘿 这个猪肉 反正都是一个价格 猪脚猪肉 都是43亿公斤 现在长了 以前只要40 越到冬天价格越高 饭也快煮熟了 这女骑友到了 就是这辆蓝色的车 他搭这个车过来的 到了到了 去接一下吧 这是等着那位女骑友的装备 全是灰尘 这个包挺重的 全是灰尘 感觉像是 战神风格的 这个也是的 哇 这是他带的吗 这是他的呀 他带两个桶 我来炒这个菜吧 这个锅呢 太小了吧 挺小的 这些 这些 如果是炒肉 用那个锅 然后青菜的话 就这样混在一起 就这个锅 拿来分享去炒 我这个 开饭了 今天吃这个猪脚汤 辣椒炒肉 喝一点白水吧 你喝什么 你喝啤子是吧 我挺不住的 啤子太冷了 你喝这个啤子 你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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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没杯子 就用啤子喝 不会把苹果给烫熟吧 不会的 它是热吧 热 喝点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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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喝白的 我们就搁了搁是搁的 哈哈哈哈 来吧 走一个 有缘相对就是缘分 是的 是的 不行 我要拍一个 跟你说的一样 我真的从来没看到这个喝白酒的 哈哈哈哈 看得我带玻璃去吗 那么重 我等一下再拍一个 吃猪脚 吃猪脚 好吃 这边猪肉还是很便宜 他吃冰箱有猪肉 有 猪肉 懒肉 牛肉都有 我之前自己炖饭 我的肉仅限于火腿上 然后那天 在那个叶虫那里买了 羊肉 我弄得太老了 别会弄到 别还行 不行 喝起来 买吧大人 你这真的是 喝起来喝起来 看 这个小瓶盖 断的是白酒 哈哈哈哈 真男人 这个名字 真男人 把身体 硬扛 真的别硬扛 因为高海胞 如果是心里受不了 一旦出问题 就麻烦了 不用扛 不用扛 对 因为那边有100多公里的 5级以上 来吧 诚一诚 来吧 谢谢 这 自己夹 看了不 这就是区别 跟我搞身价 来吧 这个猪脚炖得太暖了 再吃一块吧 真好吃 来 那一个 再来一块 超级暖 这个高压锅压的就是爽 真的在膝上不带高压锅 我们继续